大家好,1月12日凌晨,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通报 郑州金玉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区域负责人张某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实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郁州市公安局于1月10日对张某东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 并采取强制措施,目前该案进一步侦办中 尽管当前案件尚未披露详细的内容 但是过去两年,北京、河北、天津多轮疫情中都曾出现过 检测机构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伪造检测结果或是违反操作流程的情况 1月12日五间金玉医学发布了声明 1月2日,郑州金玉接到河南省许昌市下属的 渝州市卫健部门的通知要求参与渝州市疫情防控审查 郑州金玉当地区域人员立即投入工作 并从郑州调拨相关技术人员和大批量物资 参与渝州市疫情防控审查 1月10日,我司当地工作人员接受公安机关调查问询 目前仍在调查阶段,未有结论 有关郑州金玉一员工涉嫌违法一事 金玉医学正在调查具体情况 在各级政府领导下,金玉医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也一直要求全集团所有一线抗议员工严格遵守 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等各项法律法规 目前集团高度重视此次事件 正在积极配合对事件进行调查 及时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 这是广州金玉医学检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2年1月12日发布的声明 金玉医学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由金玉医学百分之百控股 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历史公告显示 金玉医学是一家以第三方医学检验 及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的高科技服务企业 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提供领先的医学诊断信息整合服务 其主要业务是为全国超过23000家各类医疗机构提供 包括理化质朴检验 基因组检验 病理诊断 生化 发光检验 免疫学检验 其他综合检验等六大类 合计超过2800项的检验项 目前该公司在全国建立了38家中心实验室 并广泛建立区域中心实验室 快速反应实验室 服务网络覆盖全国90%以上的人口所在区域 根据公司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显示 郑州金玉临床检验中心是金玉医学的第五家子公司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自贸实验区 成立于2008年1月28日 是河南省卫生厅批准的首家具有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其位1300多家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服务 在河南省拥有37个服务网点 覆盖全省18个地区 金玉医学2021年三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主营收86.17亿元 同比上升47.87% 规模净利润16.72亿元 同比上升58.52% 扣非净利润16.48亿元 同比上升61.62% 此外 金玉医学还先后在湖北、广东、吉林、北京等 全国31个省市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开展新冠核酸检测 截止2021年的9月30日 累计检测量超过1.7亿人分 这个事情实际上 金玉医学在郑州当地的检测机构 他做假报告 甚至检测结果伪造 现在相关的事案人员已经被控制了 这个原因就是渝州当地进行了8轮检测 有5轮是用金玉 后几轮实际上没有用金玉 结果后几轮检测 突然发现有74例是阳性 那么警方根据调查一比对 用金玉检测就没有阳性 不用金玉检测就出现阳性 最后一调查确实是阳性 那么金玉这个事就被曝光了 我没有想到这么大一个企业 检测还造假 你这样造假 咱先不说对社会的危害 对你的企业的信誉 大家可以想象检测是大量的国家掏钱 这些公司赚的盆满钵满 你记住疫情还在一天 这些公司你看看它的盈利 百分之五十几百分之六十几 暴力行业 国家给钱让它去检测 你这么赚了钱 然后给老百姓最后提供什么服务 造假 幸亏人家换了几家公司 又去检测 结果后面几轮检测有阳性 你之前检测那个结果谁还能相信 现在看金玉这个胆子特别大 这种东西在全国造假 而且被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 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了 会不会背后有政治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要深挖 越想越恐怖 如果是有政治目的 那在全国大量的这种核酸检测机构 都出假报告 大量的病毒在中国传播 对谁有利 中国防疫不就摆个样子吗 每天还报什么新冠病毒结果 报的结果不都是假的吗 你再毁了所有人的劳动成果 那封城 所有人在封城 在苦熬 苦撑 你这一个检测结果造假 前功近期 马上又搞奥运会了 那国外还能相信中国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 你想哪个人敢冒着杀头 这是杀头的风险 敢造假 一定要查这背后 一定是有政治动机的 胆子太大了吧 你这广州这个公司 金玉这个公司 胆子得多大呀 干出这种事啊 挣钱不要命了 真的挣钱不要命了 这是 多少个脑袋够砍呢 全国都在防疫 然后你在这造假报告 那整个地区出现这个漏洞出现病毒的这个传播 那全国呢 真的这个事不敢想 再想一想 这个水太深了 金玉有这个问题 其他人呢 我觉得中国应该好好调查 其他的 其他那些检测机构 有好的 一定是有这个 认真 负责的企业 当然也有 烂于充数的 那这些企业怎么进来的 你医疗领域 卫生健康部门 有把关的吗 背后有没有利益啊 有没有利益输送啊 好好查一查 我觉得得好好查一查 我的妈 这这 这太腐败了 这也太烂了 全中国老百姓都看着呢 都在家苦熬苦撑 防疫防疫 戴个口罩 结果你报告是假的 你是假的 太可笑了 我觉得这事一定得查 从下边往上查的 上面一定是有人支持的 要胆子这么大 敢这么干啊 最后啊 我说中国的这个医疗啊 让老百姓也确实喘不歪气 你说抗个病 生个孩子 到医院 体检 检这个 检那个 不少花钱 还得整一个什么什么特 特区病房 一般病房你又整不上 生一个孩子成本太高 没人愿意生啊 这是老百姓 普通一个老百姓 到这个医疗啊 你看看这个检测机构 又给你造假 外面又卖那些保健品 天天拿这个是吧 拿点蛋白粉就糊弄你 就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傻子吗 真把中国老百姓当傻瓜吗 人都不生了 现在啊 中国这点韭菜再让你们这么搞 还剩什么了 下一代 下一代更不生了 适可而止吧 房地产现在不下去了吗 下一个就是你医疗 就是你们这个行业 我告诉你啊 一个学生啊 给学生补课 课外补课 然后是什么房子 这几座大山 一个一个手势 下一个就是医疗 医疗 我告诉大家 医疗水更深 那里边暴力啊 一个小药片 一个小药片 那成本才多少啊 他竟然敢卖那个价格 那里边都是暴力啊 所以我说啊 中国得得对这个医疗行业 严打 严查 就上面绝对啊 腐败透顶啊 一串一串的都是啊 我都不想说啊 太他妈可恶了 连这个事你也敢造假 就现在的医疗压着老百姓 都透过来气啊 有个病都不敢去 看个感冒上千块钱 他妈的 有医保的 没医保怎么活 问问那普通人咋活 谁敢得病现在 压力还大 最后怎么精神病了 真的得精神病挺好的 没有这么多烦恼了 把这个世界看透了 精神病一样 钻进自己那世界了 挺好的 真的把这个世界看透 你看看这一个烂像 为那几张纸啊 人造的一张钞票 命都不要了 脸他妈也不要了 上面那帮人呢 一定是上面支持的 中央的 肯定是 医疗的 那一个系统腐败啊 包括啊 给给奖这些人 现在有说中滩山 有说这个 什么其他的 现在没证据 你也说不了人家 但是我觉得这个医疗系统啊 这帮人不缺钱了 以前医生是吧 没什么钱 现在你看看哪个医院医生没有钱 过去啊 对医疗领域啊 给这个医院的医生啊 给这个 体制内给了太多的照顾 但是没有考虑到病患的问题 所以那个病患呢 是两头受压力 社会上啊 经济上 他挣不来那么多钱 他有压力 到了医院 医院呢 实际给他也是压力 所以他两头受气 最后呢 产生暴力倾向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医患啊 他上来就想杀人 就想犯罪 他受到了压力 巨大的压力 现在得解决这个压力 最后连生都不生了 人家不生孩子了 病都不得了 没有人 他得什么病啊 这不杀鸡取卵吗 医疗行业 医疗行业 是什么救死扶伤啊 你现在把医疗行业 当成摇钱术 当成挣钱的工具了 这初衷不就违背了吗 咱也不能多讲啊 多讲我也被抓起来了 就说这些吧 那我说点什么实话 说点真心话 你现在在 你咬电视 你看 咬网上 你看还有他妈人敢说真话吗 就他妈我敢说点真话 反正我也不怕被抓 说点他妈真话 你杀鸡取卵 救死扶伤 救死扶伤 你现在你看看你们干这些事 哪个他妈跟救死扶伤有关系啊 就被那几张钞票了 你他妈学医的学经济学的 干脆国家给他妈医生医院 印点钱得了 每个月给他印钱发 就不用了 养帘嘛 就不用他妈的再坑他妈 患者了 患者是不去 可以是吧 可以得到救治了 这叫什么医疗系统啊 这叫什么他妈医院呢 这叫什么医疗体系啊 他妈抗个病几千块钱 什么他妈事没有 让你做个他妈什么刺一剔 真的吗 快真的吧 我快赶 我觉得这医院 现在快赶上资本游戏了 谁他妈都能进来 资本家也能进来玩 死啊 现在死都快死不起了 真他妈恶心 操你妈 我现在底线都突破了 我现在看这底线都突破了 新冠疫情啊 你他妈也敢出假结果了 操你妈 真把他妈中国老百姓当傻逼吗 我他妈就说点实话 你他妈你们这帮玩意 真把中国老百姓当傻逼吗 还给你领到他妈人民大会堂去 他妈讲啥 一个个还发勋章 发奖章 出来以后一个牛逼轰轰样 我他妈医疗专家 我医学专家 你看看老百姓 一个个在病房外面 瑟瑟发抖那个样子 拿着这个交款单 一个个都不知道下顿饭在哪了 得他妈交那个钱 这他妈叫医疗体系啊 然后那医生出了一个个呢 肥头大耳的 宝马奔驰开着 你看那医院哪个好车 不是医生的 民脂民膏 这他妈叫医院吗 你干脆抢完了吧 操你妈的 什么他妈体系啊 这是 害他妈的逼到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 害他妈讲啥 就这帮玩 他们缺钱吗 我问问你 每个得奖章的一人缺钱吗 你们不缺钱 好好替老百姓想想 人他妈都没有了 你他妈救谁去啊 给谁救死扶伤啊 好好想想 这不杀鸡取卵吗 挣也挣够了吧 该收手了 给老百姓个活路 就说这些吧 我他妈今天就说点实话 给老百姓点活路 别太他妈过了 共产党也他妈这吃干饭的 抓呀 该他妈抓抓呀